男人到海边跑不散心 却看到一只搁浅的粉海豚 他瞬间来了兴致 听到女人想带走海豚 赶紧亮出身份 他蹲下查看海豚情况 可以抬头 周围的人都神秘消失了 他叫来同事将海豚抬到车上 却接到上司打来的电话 村里又出现了紧急事件 两人赶到村子 看到海边漂浮着鱼的尸体 村民都聚集在一起 杰奥是村里的居民 在建筑公司工作 他一直在说服村民卖掉土地 去大城市生活 老头是桀骜的父亲 他指责儿子的妄祖行为 认为鱼类成群死亡不吉利 艾莉追问这句话的意思 老头却直接走开了 他在隐瞒些什么呢 调查不顺的艾莉 开车去实验室试检海豚 员工却应要看球赛提前下班 今天真是他的水秘日 调查处处碰壁 还得带着发臭的海豚回家 此时在一家神秘酒吧里 一场救援活动正在进行 大胡子摘下小哥的头巾 他不仅不能反抗 还必须完成大胡子交代的任务 这可比阿拉丁神灯好使 突然刮来一阵诡异的风 姥姥跑出屋子收衣服 小哥钻孔跑进房子 吃货虫却上了脑 忘了要带走海豚的任务 露娜发现了他 不但不害怕 甚至还有点小开心 艾莉听到一想询问露娜 小哥听后慌忙逃跑 竟把一条腿给落下了 露娜隐瞒了小哥一事 他走到院子想开走车 却激活了报警器 艾莉跑出来查看情况 发现车斗里的海豚 竟变成一个浑身赤裸的男人 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反复看了好几遍 小哥见事情暴露 变成一阵风逃走了 留下艾莉傻傻地站在原地 他越看男人越眼熟 拿出妻子死前发的 最后一段视频 顿时傻了眼